好的 你歡迎嘉賓 兩位主席的掌聲 歡迎台北市的大教授 柯文哲市長 面對柯文哲的小遲到 侯友宜主動上前迎接 這一個主動握手 成為兩人全場唯一交流 請三半 一半 捷運萬大樹林縣動土典禮 雙北首長共同出席 祈求順利 面無表情的兩個人 不知道是不是還在 為剛剛台上交鋒聲器 工程我們台北市政府 是一個主辦機關 那由這個台北市捷運局 負責設計跟刑警 開工是像這個里程碑 剩下就是要拜託大家 努力的工作 那549例裡面 新北市負擔了377例 那中央負責了172例 前才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方式 捷運萬大縣功勞歸誰 台上各自攬工 難道已經在為2024 搶先熱身嗎 那有沒有想過兩年2024之後 兩個人是站在競爭的對立面 還是有機會來合作 什麼問題 好好的做事情 台北好 新北好 以及桃園好 千萬人共好 這就是我們兩個在做的事情 什麼核都可以 我就想我每次被人家問到這個題目 我都說我綠白核的經驗更多 兩人閉口不談2024 只是聽到這一題 蔡英文昨天第八四到新北 補選林佳龍 那這個普苑資源動起來 市長會不會覺得壓力 然後昨天蔡英文 眼神互看 面對共同敵人 藍白交流 氛圍醞釀在不言中 進行為黃軒劉維廷 採訪報導